所以中風是血管出問題 所以可能發生 所以和心臟、周邊血管都會出問題 會有牽連的 有這個病可能有另一個病 原因就是血管開始退化、開始硬化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 正常血管應該圓滑滑的,很通透的 但如果裡面有些膽固醇 或者血壓太高,令到血管受傷 慢慢會有些膽固醇、膽固醇 越漬越厚就會阻止血管的流通 間中斑塊會爆開 噴了一些髒東西到血管 馬上膽固醇 有些血塊形成了,就會不好 這些血塊就會失去血管 頸部的血管可能會失去、窄了 或者這些血塊可以沖上腦 會失去腦中的血管 可能一條大血管會失去,整個腦就會受傷 另外一些中風原因就是血管爆開 剛才說過有人說爆血管 爆血管更恐怖 爆血管更恐怖 就是血管一穿,整個腦都是血管 那人就會很短時間變得很大件事 甚至乎有很即時的生命危險 另外一些血管的問題就是,可能就是一些 不是即刻爆的,是爆之前 血管有個薄弱的地方 有個撞走出來 或者血管本身生得有點奇怪 有些地方是比較脆弱的 那這些可以查到的 我經常打個比喻就是 你可以想中風就是一棟村屋 兩、三層樓的 那腦就是頂樓來的 那腦就是頂樓來的 頂樓就有些 就是你要走過去想洗手 打開水口 打開水口 或者是水箱有問題 泵有問題 泵得不好 或者泵裡面有髒東西 塞住水口 或者剛才說爆血管 就是水口一爆 那如果家中的水口爆了 嘩! 整個房子都是水 那都是有問題 OK? 這是一個原理 大概這樣分 所以我們如果去找 為什麼中風 我們醫生要看病情 決定做什麼檢查 做什麼掃描 可能要做心臟檢查 可以要照血管 但我們先說回第一步 究竟我們中風的時候 會有什麼病徵呢? 我什麼時候會知道 我有可能中風呢? 那這裡有一個腦 一個卡通 那其實我們腦 不同地方 就會有不同功能 那一般來說 左邊的腦 就負責做事多一點 記東西 計算數 說話 買一下馬 數一下 數一下賠率 那些 右邊的腦 就有關於多些感情 創作 音樂 聽歌 我喜不喜歡這個人 我珍不珍這個人 我為什麼聽這首歌 覺得喜歡 我為什麼會 喜歡畫畫 有些人畫畫 有些人畫畫 有些人唱歌 有些人唱歌 就是右腦多些 不同地方控制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們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說中風有什麼病徵 其實真的什麼都可以 但多數可能是一邊身麻痺 說話不清楚 語言不清 突然間頭痛頭暈 很多很多都可以 當然 病徵越嚴重 越有可能是中風 通常都是突然間出現的 但未必痛的 他可以痛 但未必痛的 有些病人還是睡睡覺 突然間 睡醒 才發覺中風的 他發覺一起床 右邊身動不了 或者一醒 發覺自己說話不清楚 所以睡覺期間 他可以不痛 當然痛也可以 我們很難 一概而論 叫病人記這麼多東西 你又不是醫生 你又不是護士 我們很難教你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們 過去十年 十年就差不多 我們就 香港老科醫生 借用了外國 一個教病人 怎樣去處理 早些發現自己有沒有中風的口號 就用了 我們經常看的 可能過去很多年 你遇到聽電台 看電視電台 致使節目 我們都會說的 譚笑用兵 譚笑用兵 我們雖然很緊張 很害怕 但是有得很 很慵容地去找人幫忙